我們來證明一條繩子 它的張力是F 它單位長度的怎樣 如果是μ的話 那麼它呢,繩子的波動 它的波的速度的話 大概非常非常靠近這個公式 好,那我們現在來證明 我們怎麼證 我們就盯住什麼呢 盯住波峰這一點 這一點的話,我可以把它想成什麼呢 假設波是往這邊跑的 波是往這邊跑的話 我把它想成什麼呢 想成後 這裡的話,有一個什麼呢 一個圓 假設呢 波峰這一點,它的區域半徑 假設是R 我區域半徑假設R 那我把它看成什麼呢 看成有一個圓 這個圓的話 它呢 它是這樣滾動的 滾動以後 然後它會有個速度的往這邊 結果它把什麼呢 它把這個 這個繩子這一點 往後甩 輪子呢 輪子的話呢 往這邊移動 就是說 這個圓的話 它是做什麼呢 做那個等速力圓動 一直滾 滾過來 滾過來的話 然後呢 就把你這個 就是波峰上面這一點的話呢 往後甩 當然瞬間喔 波峰這一點 它是禁止不動的 它往後甩 等於這個輪子往前進 好 那我現在的話 那這是我們站在外面來看的 站在外面來看的話 我們看到這個輪子的話 一直往前跑 這個輪子一直往前跑的話 那這個波峰的話 也會跟著往前跑 這個是我們站在地面上看 那我們現在 把它站在輪子上面來看 輪子上面來看的話 我站在輪子上面來看的話 我看到輪子什麼呢 輪子一直轉 然後把這個什麼呢 繩子一直往後甩 那 一直往後甩的話 這個我站在什麼呢 站在輪子上面看的話 就是這條繩子的話 它就是往後移動的 好 那現在的話 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繩子上面的這一點的話 我是緊貼在什麼呢 緊貼在這個輪子上面 當然這個輪子 它是想像的一個輪子 實際上是沒有這個輪子 好 那我現在把什麼呢 把這個波峰上面這一點 這一點的話 我把它取出來 我這一點非常的小 這長度的話 我叫做 DL 那這DL它的區域半徑 就是等於這個圓的那個半徑 現在的話 我把它取出來 取出來的話 是一個什麼呢 是一個DL 好 那DL的話 它張的那個角度 是等於什麼呢 等於那個D系統 把這個角度等於D系統 好 那現在的話 這個什麼呢 這個 這個 這個質量是DM 這DM的話 它是做圓周運動的 因為我把它想著 這些質量它是緊貼在圓周上面 它是做圓周運動的 結果我站在輪子上面來看 看 這個什麼 這個DL這些質量呢 它是做圓周運動的 這個它做圓周運動的話 它往內彎 瞬間往內彎 它的那個向心力 是由什麼呢 是由它旁邊的什麼呢 旁邊的繩子提供的 旁邊的繩子提供的 這個旁邊的繩子 就是那個繩子的張力 繩子的張力 我們叫T 這個張力叫T 好 那我把這個D系統把它切一半 切一半兩邊對稱 這是2分之1D系統 2分之1D系統 好 那現在呢 這個切線方向 跟什麼呢 跟水平方向是夾幾度 跟水平方向是夾2分之D系統 為什麼 因為這個切線方向 跟這個牽手方向是互相垂直的 這個跟這個是互相垂直的 那我把它轉到這裡來的話 這個跟這個也是互相垂直的 因為它是沿切線方向 這個 這個半徑跟這個 跟這個繩子方向也是互相垂直的 這個半徑 它轉了一個2分之D系統 那個切線方向也會跟著轉2分之D系統 這個方向跟水平方向 它是夾什麼呢 夾這個 我把往後延伸的話 夾這個 夾這個是2分之1D系統 那我把這個什麼呢 就是這兩邊的張力 我把它投影到牽腿方向 就是等於作用在什麼呢 作用在DM上面的那個向心的方向 所以現在它那個向心力是多少 向心力是等於那個 向心力是等於那個 等於 就是 F C 是等於多少 這是T T Sine 2分之7 這個牽腿方向 T Sine 多少 Sine 2分之1 T7 兩倍 這個是向心力 M 那M呢 是等於MA M M的話 就是DM DM 乘以A A是多少呢 A的話 是等於R分之V比方 那這個V的話 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 這個DM相對 這個什麼 相對 這個 輪子的相對速度 DM相對輪子的相對速度 但是事實上 DM它是瞬間禁止的 所以的話 你站在外面來看的話 這個V 事實上就是輪子的 它的 轉動中心的速度 這輪子轉動中心的速度 事實上就是波的速度 所以這個V就是波的速度 就是輪子的中心的速度 不過這個輪子是想像出來的 不是真的這裡有一個輪子 好 那這個呢 這個什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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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那個什麼 等於是T T的話 就是等於這裡的F 等一下我們把T 改成F 好 現在DM等於多少 DM DM的話 是等於那個 等於它那個 單位長度的這個質量 單位長度的這個質量 那乘以多少 乘以它那個長度 這個長度的R R乘以多少 R乘以D四大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那個 虎長的公式 R乘以D四大 這個是虎長的公式 這個是虎長的公式 把這個當然 事實上是 取一個直點 這非常小的直點 所以這個角度 非常小 角度很小的話 這個就等於多少 這約等於多少 2T 乘以多少 2分之1D四大 2分之1D四大 好 嗯 這個多少呢 T 2分之1D四大 嗯 這個等於多少呢 T啊 這個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把V算出來 這個V等於多少 V平等 這個2可以消掉 就等於T D四大 啊 乘以多少呢 這個R也可以消掉 啊 除以多少呢 啊 這個 這個D四大也可以消掉 啊 所以V平等就等到 剩下μ嘛 μ除過來 所以 就T的話 在這裡我們用F代表 根號多少 F 除以μ 啊 這就是T的話 就是繩子的張力 啊 在這裡我們用F代表 所以就得到呢 根號多少 F 除以μ 哦 這個就神波 他的呢 波速度的公式 哦 V是等於根號μ是F